咱们今天来说这么一个事 有这么一个鬼友 她有个妹妹 咱们这位鬼友是一位大姐 话说在2015年的时候 她这个妹妹交了一个男朋友 这个大姐她是哪的人呢 她是苍州人 她这男朋友是哪的呢 承德的 承德离着苍州也挺远的 你别看是一个省 但是也隔着400里地 399公里 一开始呢 鬼友大姐她爸妈不同意 她妹妹找了一个承德的男朋友 她不愿意 因为啊 这男孩离他家有点远 这父母都希望自己这个女儿 嫁得近一点 自己经常能看见 那最好了 当爹妈的都是这个心理 所以说找了一个承德的 就不怎么乐意 再一个是什么呢 那男孩家呀 没房子 条件也不怎么好 刚开始她爸妈是不同意 但是呢 你弄过人家小两口 狼情惬意的呀 最后没办法 还得答应 也不能生憋着 生憋着就出事了 哎 这男孩其实还真挺不错的 最后一看得了 也别说远不远的 现在这个交通也发达 想了呢 合着回来看看 合着过去看看去 哎 这个也别说有没有房了 只要对自己女儿好 就得了 就这样 也同意了 咱们鬼友她大姐 在接着她妹妹 参加他们婚礼的时候 就是婚礼的前一天 才通知的 这婚礼啊 挺着忙的 这个婚礼在哪儿办的呢 在女方家这边办 男方那边呢 来了三个哥哥 领着媳妇 还有侄女 呃 侄子 这个男方家里边是哥四个 这个 结婚的这个新郎 是老小 哎 老四 上面有三哥 老大老二老三 带着三个嫂子 再加上侄女 呃 侄子 来女方那边参加的婚礼 这婚礼在哪儿办的呢 在离女方家不远 有这么一酒店 在那儿租了一个婚礼厅 在婚礼厅的楼上 租了三间房 这三间房 一间作为男宾间 一间作为女宾间 还有一间 作为小两口新婚置业的新房 因为男方没房子嘛 哎 这婚礼啊 热热闹闹的举行着 婚礼结束以后 鬼偶他妹妹就被驱走 鬼偶也是该回家回家 该干嘛干嘛 那天呢 他就回的他娘家 回娘家睡的 因为妹妹出嫁嘛 怕老爹老娘的心情不好 大姐回去陪陪呗 哎 半夜的时候啊 这大姐睡的迷迷糊糊的时候 电话响了 被电话里人给吵醒了 他拿起电话一接 不是旁人 是刚跟自己妹妹结婚的新妹夫 他打过来的 电话里边 他妹夫的声音还很急促 而且挺慌张的 干嘛呢 让咱们鬼友 就叫他妈接电话 新婚置业 新姑娘 打电话找丈母娘 咱们鬼友说 妈都睡了呀 你干嘛呀 什么事啊 问他什么事 他也不说 无奈之下 咱们鬼友只能是 把已经睡着的母亲给叫醒 他妈醒了之后 把电话接过来 听了几句之后 就说 别急 我这就过去 就说这么一句话 然后把电话就挂了 挂了电话 来到他们家佛堂前面 拿了几件法器 那么说 家里边怎么还有佛堂 还有法器呢 那得说说 咱们鬼友他妈是干嘛的 他妈在他们当地啊 是非常有名的 巫医 神婆之类的 家里边供着佛堂的 经常给十里八强的老百姓啊 驱个邪呀 治个邪并驱个滚啥的 所以在佛堂呢 有很多朱砂 符纸 五地钱 红布 铃铛 还有五股杂粮之类的法器 一般给人看病的时候 得用这些东西 他妈接完电话之后 带了点法器 然后骑上电动车 就走了 咱们鬼友这时候 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可是走了没多长时间 咱们鬼友他妈 电话又打他这来了 干嘛呢 让他再拿什么什么东西 带上朱砂 带上什么什么东西啊 去一趟 他妹妹妹夫 结婚的那酒店 咱们鬼友就问他妈说 怎么了呀 他妈也不言语 也不说 就说你照办就得了 他妈说 刚才他拿走的那套东西啊 骑电动车的时候 夹在这个电动车 后边那个架子上 不小心呢 丢了 所以告诉他说 你快点 赶紧的 给吩咐 拿什么什么东西 咱们鬼友也不敢再问了呀 按吩咐拿东西 然后 匆匆忙忙 赶去酒店 一路无话 咱们简断结说 等咱们鬼友 到了他妹妹妹夫 那个结婚的 新房前的时候 他就看见 这个新房 这个门上 挂了一面镜子 还有一把剪子 他们鬼友就挺奇怪 心想 是不是我妹夫 他们那结婚 有这个风俗规矩啊 挺奇怪的 上前敲门 这个门开了 但是就开一小缝 打那缝里边 看出来一个 笨的孩子的脸 这孩子是谁呢 是他妹夫 大嫂家的姑娘 他妹夫的侄女 哎 一看是咱们鬼友 赶紧说 您快进来吧 说这话一把 就把咱们鬼友给拽进去了 拽进去之后啊 这小姑娘还挺紧张的 往走廊的两头啊 看了看 然后匆匆忙忙 把这门给关上 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他那举止啊 感觉神秘兮兮的 等咱们鬼友 一看见他自己妹夫的时候啊 就着急问他说 出什么事了 他妹夫说呀 我妈过来了 咱们鬼友一听说 那你妈来了 让她去我们家住去呗 他妹夫说 我妈都死八年了 这一句话啊 咱们鬼友心就咯噔一下 不是吧 你怎么知道是你妈来了 我妈来了 赴我大嫂身上了 你要不信的话 你去隔壁那房间看看 在那屋呢 我们打下边 婚礼厅忙活完 等上楼上来 一进门 我大嫂就昏倒了 我们赶紧手忙脚乱 把她弄床上去 可是等她再醒过来 就不是那么回事 张嘴就说是我妈 一开始我们也不相信 但是她说话的语气 跟我妈生前的语气 是一模一样 再就是说话的时候 叫我们哥几个的小名 而且还说了几句蛮语 我妈确实是满足人 生前的时候 就动不动说几句蛮语 我们一看这没错了 才相信 战战兢兢的 问她回来干嘛 我妈说 说我结婚 也没通知她一声 她特别生气 说着说着 还追着要揍我 我们哥四个呀 拼尽全力 才把我大嫂给按住 你说就拼我大嫂 那一米五五的个头 她哪来的那么大的劲啊 我一看事不好 我就想起来 我以前听别人说过 这人要是变成鬼了的话 就六亲不认 我怕真那样 再出什么事可坏了 所以赶紧 给我岳母打电话 我也担心 我担心 你说我妈 在我结婚这天找上来了 以后能不能对我们两口子不利 所以呢 我就在咱们这新房的门上啊 挂了个镜子 挂了把剪子 刚才我听隔壁啊 又骂上了 姐你快点吧 把这些东西给我老丈母娘送过去吧 看看到底怎么了 就这样 咱们鬼友啊 就到了隔壁 打她妹妹妹夫的新房出来 到隔壁 这个房间 本来是准备的女宾房 哎 到这来之后一推门 她就看这屋里情况不对劲 鬼友她妹夫的三个哥哥 都在沙发上坐着呢 坐一排 个个是闷着头不说话 妹夫的大嫂呢 在床上坐着 盘着腿叼着腰 目光浑散由离 脸色苍白铁青 嘴里边嘟嘟当当 也不叨叨什么 鬼友她妈在对面坐着呢 哎 两张床吧 坐对面那张床上 俩人有一搭无一搭的 闲聊呢 就听鬼友她妈说 亲姐母 你说 你这算怎么回事 你老儿子今儿结婚 有多好的日子 你这会儿来 不好吧 啊 你该走就走吧 从哪来的 回哪去 回头啊 让他们多给你烧点纸钱 这是鬼友她妈说的 再听对面说 我不缺钱 我在那边卖糖炒栗子呢 我活着时候我就干这个 我到那边我还卖这个 我有的是钱 那你不缺钱 你也得认你这几个儿子 你这几个儿子你总认识吗 你为啥不走啊 难为他们干嘛呀 我生气 我这回回来 我一 我是看看我老儿子结婚 二 我得找这几个东西算算账 说这话的时候 这大嫂被附体这位啊 狠狠的抽了几口烟 拿手指着在沙发上 坐着那哥仨 找他们三个算账 找他们三个算什么账 算什么账 当初我靠卖糖炒栗子 卖炒瓜子 给这仨东西盖上房子 娶上媳妇了 可是啊 我没给我老儿子答对 我就得病了 没容我给我老儿子 盖房子娶媳妇了 我这身体就不行了 我四个儿子啊 我哪个也不偏也不像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你说在这农村 没个房子 哪找媳妇去 我不忍心看我这老小受委屈啊 可是也没着玩 眼看自己这身体不行了 我死也死不踏实啊 没辙了 我把他们哥仨叫来 把这仨当哥的叫到我跟前 我告诉他们 将来不管你们日子 过得多不好多难 在你老兄弟结婚的时候 每家每户 每个当哥哥的 必须拿出一万块钱来 老四成家立业得用钱呢 没房 给俩钱总行吧 算是替我这当妈的了心愿也好 算是他们哥们兄弟情谊也罢 反正啊 你得把一万块钱给我拿出来 当时他们哥仨大样的多痛快啊 我当时走的时候 我都是带着笑文走的呀 可真到这时候了 你问问他们三个 哪个拿钱了呀 哪个拿了呀 要不当初啊 你们就别答应我 既然答应我了 你们就给我办了 你们哥仨呀 现在哪件日子过得赖呀 你们真拿不出来这点钱吗 啊 老大你们两口子开着药店呢 老二你们两口子开着诊所呢 老三你们两口子养着大车呢 你说 你们哥仨谁差这一万块钱呀 你真当我没回去过呀 我跟你们说 我没事 我常回去啊 这一通说 一直在沙发上坐着沉默不语的那哥仨 当时吓坏了 其中有一个老二 就忍不住就说话了 这老二说呀 妈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该咋办咋办 您别生气了 答应给我弟弟那一万块钱 我们每家都出 啊 没事啊 您可别回去吓唬我们了 妈 您缺啥少啥的 我们给你送过去 我们不对 妈 您从大嫂身上下来吧 她这身体呀 受不了 时间长了真不行 这是老二说的话 这时候再听这位说啊 我倒是也想下来 可是我头一回富人啊 我就知道上身的时候往上身一扑就行了 怎么下来我还真不知道 我下不来了 上去知道怎么上去 下下不来了 你说这也真是够坑人的啊 回头看鬼鬼他妈又问了 那个亲亲母 那你怎么知道你老儿子结婚的呀 你又是怎么来的呀 这么远的道 这边说呀 啊 我在老大家待着呢 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啊 让我听见了 哪天哪天结婚 在哪结婚 我知道的清清楚楚 所以呢 我就一直没走 在他们家等着呢 等到了日子呢 我就跟着他们一块来的 先是坐了汽车 又坐了火车 又坐了那个出租车 哎呀 这一路上啊 我跟着紧紧的呀 我就怕跟丢了 我这辈子没出过远门 哎 这会儿啊 他说话的时候 这语气啊 就好了不少了 不像刚才那么气大火大了 哎 咱们鬼友这时候 看气氛有所缓解呀 悄悄走上前 把手里边拿来的东西 递给自己母亲了 他母亲接回去之后啊 随手就放一边了 然后就说 我渴了 说那个大闺女 你去那个酒店走了 她那儿有开水机 你去给妈打点开水去 啊 就这么的 咱们鬼友一看呢 这桌子上啊 放了一个大号的塑料的太空杯 然后他拿着这个杯子 就出去打水去了 当时这个开水机 正好水烧开 他接了满满一杯 他怕烫手啊 这个拿着杯垫 垫着拖着回来的 把这水打好 往回走的时候 在这酒店走廊里边 就看见 他妹妹那仨哥哥 在走廊里边 正抽着烟 一边抽烟 一边小声商量 嘀咕着什么呢 咱们鬼友也没细听 端着水就进了屋了 他这屋里的房间呢 我说一下大伙都能明白 是什么样 标间两张床 两张床中间 有一茶几 一张床上坐着 鬼友他母亲 一张床上坐着 被附体的那大嫂 在这两张床中间 不是有一茶几吗 咱们鬼友 端着水进来之后 把这水 就放到这两张床中间 那个茶几上晾着 放好之后 坐到自己母亲身边 刚坐下来 还没坐稳呢 就看被附体的这大嫂 飞速 把那杯子端起来 吹都不吹一下 仰着玩咕咚咕咚 就喝这开水 当时把咱们鬼友给吓坏了 翻花开了开水啊 这会儿没有100度 也得956度啊 喝的那叫一顺流 一点没觉烫水 鬼友他妈这时候 反应也挺快的 飞身上去就抢那水杯去 没抢过来 没感叹 喝的忒快了 片刻功夫 那一杯开水 就给灌下去了 再看被附体那大嫂 好像没事似的 把空杯子往茶几上一放 眼神直勾勾的 就盯着别处 一句话不说了 他抢杯子喝水的时候 咱们鬼友就叫了一声 这一声喊 物外 鬼友他妹夫那仨哥哥 听着动静 也进来 进来之后就问鬼友他妈出什么事了 哎 鬼友他妈呀 在这没说 出去到走廊里边把那哥仨呀 叫出去 把刚才的事就说了一遍 然后就说 得赶紧把附体这老太太给弄走 赶紧给他弄下去 要不然时间长啊 指不定出什么事了 那滚花开了开水 喝下去 那人能受得了 这是开水啊 这要别的呢 这要喝点什么毒药什么的呢 正商量着呢 屋里边开始骂上 先是小声骂 然后是歇斯底里的大骂 中间还掺着 他们听不懂的那蛮语 这会是几点 凌晨两三点 两三点在酒店里边 你就这么吵这么骂 骂的那么甚人 那哪行啊 不光你们住 还有别人呢 可是还没等咱们鬼友 他们进去拦着呢 就有别的客房的客人呢 把这客房部经理给找回来 这客房部经理来了之后 也是挺不耐烦的 问这问那的 他们可没敢跟人家说 这是正闹鬼呢 把自己妹夫叫出来 经过商量之后 为了不打扰别的客房的客人休息 也为了让这个老太太 赶紧打大嫂身上下去 所以呢 决定把这个大嫂 先送到咱们鬼友家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家是独门独院 你怎么吵 怎么叫 也无所谓 怎么折腾都行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这老太太可能真跟她说的一样 付到自己这个大儿媳妇身上 知道怎么上去 不知道怎么下来 不知道怎么下来呢 弄到他们家 他们家有佛堂 就得在佛堂前面 做法 然后把她给强行 给她打下去 没招了 把这老太太给倾走了 咱们简断结束 到了咱们鬼友家 又是好一通的折腾 具体这个过程咱们不说了 等到最后还是 这仨儿子 一人拿了一万块钱 当着咱们鬼友的面 给了咱们鬼友他妈 就等于是 让自己儿子拿了 一家拿了一万 拿了三万块钱 交到自己这个亲家母手里边了 这老太太太放心 放心 这个事过去了 自己的亲家母啊 做了一场法事 一场小法事 使了点手段 把这老太太给弄下去 弄了之后 她这大嫂可遭了罪了 回家之后 将近一个月没起来看 就不用说别的啊 这个 骨上身之后啊 自己的身体 会如何如何难受 这咱们不提 就那一杯开水 就够她呛的了 大伙想想 那嘴里边 那舌头 那食道 那胃 那好得了 这当妈的也真不容易 自己都死八年了 还操心自己这老儿子呢 可是这方式方法 确实有点坑人呢 咱说你脱个梦 什么都好说 你这么上了 你不把你自己大儿媳妇 给祸下 好了啊 各位老弟 咱们今儿这故事啊 就到这了 他说我自己发现班了 我们没关系 我会把我带走 还要过去 你到底发现了